以抉折道路为主轴的法谷山第十六届生命自觉营 超过一百三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 历经十一天的出家生活体验 于一月二十九日在庄严的舍戒仪式中圆满 从学习抉折的威仪 生活教导体悟出发 走向成为未来的觉者 希望能够带到每个人他能够去达到自觉 就有觉察 然后自觉 然后甚至是觉他 就是利益其他的人 无论你出家或不出家 你怎么将所学到的东西 延续到你的生活之中 如何开启你自觉的道路 师父他一开始好像智慧 就是头脑没有很清楚的时候 他的师父建议他每天拜五百拜的佛 所以我也是自己也有一个希望是可以拜一百拜这样 就是一天拜一百拜 那之前 以前呢 就有一些自己的持咒的功课 所以这样加起来 然后呢 也希望多读一点 佛那个经论这样子 肯定有些问题 我发现很多被答案 那些被答案 你们有的地方 我们有过来 和我们的教育 我们有过来 一件事 这一件事 中为仇人 仇人 仇人 一件事 我印象 的 文化 和 但 也 我们却不回应 被 记得 法古山曾茄大学除了提供有志成为宗教师的青年 体验成为一名中山以利他奉献为职制的法师 同时也开启学员们自觉的道心 体会修行的欢喜、安定 让他们带到工作、家庭及校园生活中 为社会营造出自立立人的和谐生命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